美军本周早些时候宣布 与L3哈里斯和SpaceX公司签署合同 请两家公司为其制造搭载 红外线传感器的小型卫星 他们能够发现和追踪弹道导弹 和高超声速武器 这些小型卫星可能形成一个星座 构成由数百个天机传感器 和通信节点组成的大规模早期预警网络 五角大楼五号公布的细节显示 这项合同总金额3.4亿美元 一共涉及8颗卫星 L3哈里斯公司和SpaceX公司 各制造4枚 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五角大楼还将与SpaceX公司 深度合作 依托其早先提出的星链计划 将整个预警网络拓展到200颗卫星上 美国太空开发署认为 这一由小型卫星组成的 大型分布式反导预警网络 能够更迅速灵活有效地 防范来自敌人的反卫星攻击 除了卫星以外 美国现有的反导系统 采取陆海空机多系统全程拦截方式 主要包括以下六大系统 一是用于拦截洲际导弹的陆基中段防御系统 主要对来袭导弹实施高层中段拦截 重点是保护美国本土免遭战略弹道导弹的袭击 二是用于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宙斯顿反导系统 主要对飞行中段下降阶段的来袭导弹实施拦截 重点保护战区内美军免遭战役战术弹道导弹的打击 三是用于拦截射程3500公里以内弹道导弹的萨德系统 它可以实施大气高层和大气层外低层拦截 填补了标准导弹和爱国者3的拦截空白 四是用于拦截中进程弹道导弹的爱国者系统 该系统主要在大气层内实施末端点防御 五是用于击落处于助推断导弹的基载激光武器 该激光武器可防御从进程到洲际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 并且能够实施助推断拦截 六是用于拦截战术导弹扩展的中程防空系统 这种中低空防空系统具有对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的大范围面防御和点防御